大漢空切的切入 來一下艾爾斯 第二時間要起 直接被盧冠良拉了下來 來看一下增強到這個進攻籃板 盧冠良是毫不客氣 要犯就犯得徹底 寧可讓他上罰球線 也不能讓他做到N1 加油 艾爾斯第一把勇 也算是投籃手感相當柔順的一名 大個子 彈底下6球這一球沒有擺進 Rucifo下來 這樣14秒的進攻時間 空想家還可以手一個攻一個 這一波 林唐源要控制自己的一個進攻節奏 找到一個最好的機會 藍底下艾爾斯 這個進攻籃板價值連城 是 那進來就必須要犯規了 這真的要犯規了 這真的要犯規了 這個進攻籃板真的是價值連城 這只能說艾爾斯最後幫林唐源守住了滿多波的進攻 而且呢 在進攻上面來說 他還可以幫助球隊搶到很多的進攻籃板 創造更多的進攻機會 第二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Sony有很多球進或者是球不進 都跟朱總有一些言語上的交換 提早環節囉 誰 今天會是誰呢 你猜 看一下誰手上沒有水平的 恐怕就是那一個